那这边是毒品的一些危害 我们这些都是一些实际的案例 行政院长赖清德在人员的引导下 一一参观反毒行动巡回车 行政院邀及各部会六号举办了 反毒行动巡回车联合记者会 行政院长赖清德表示 这次不仅是追溯毒品来源 更要把反毒观念向下扎根 我们的行动不是只限于过去的 常常把重点放在吸毒者 而是要往上溯源到药头 不管是自毒贩毒或者是运毒 另外呢也向下到社区里面去 那当然也跟各级学校 特别是校长老师家长会人 大家共同合作 而政委罗秉承也表示 政府做防毒宣导时 偏乡及山区常常没有接收到资讯 因此借由行动车的机动性 可以开往学校社区 更深入偏乡山区 透过毒品模具 模拟器位以及讲师讲解 来加强宣导效力 看电视有 看网络有 但是有些偏乡 有些山区 他们可能还是接触不到 反而严重的地方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该怎么办呢 从偏乡起应该从花龙开始 我们这个市府的反毒车 都配置有关于防毒专业训练的讲师 所以要去做宣导 行政院强调为了展现反毒决心 也已经修改毒品防治条例跟组织犯罪条例 未来四年 政府也将抑注100亿经费 让毒害远离民众生活 原来新闻 南部六台北市采访报导